我反正,我們最最極 HKPinnant.com 我是譚之亮 1 2 3 力撐本地足球 放眼世界球壇 90分鐘絕無冷場 不是進攻足球 亦不是防守足球 我們是花生足球 大家好,大家好,花生足球 到今個星期四又來了 但今天先早我開始 為何要開始 為何要開始,因為今天是英格蘭隊 九點鐘 土白頂看球 還有一句話,你要看球 都不會聽我們說 就是 我們當然要做節目 怕要看球,當然要看球 不看球怎麼說 就是 都是做準備 還有一個嘉賓 大家早晨,好多不見 好多不見,很空的 好多不見 希望你很空的 好,繼續說 今天真的很多話說 非常之多話說 每個星期都說多話說 其實我們每個星期都說那句 為甚麼 我們都要說一下歐洲 我們主要應該說歐洲國阿輩 時間看到 對 我先說一些有趣的事 我們先說一些比賽 大件事之前 對 有些花邊的東西你覺得比較有趣 喂 你今天是德國阿 奧斯爾 對不起 我不是德國粉絲 我只是支持奧斯爾 對 你去六四就不是支援會 對 這樣 好多東西 你明白嗎 對 我用自己的方式 對 對 沒錯 實在衣服便宜 你會不會像路維那樣 你拗完代文 你穿過球衣 你沾染了他那些 習慣會不會 男人拗他 是很正常的 你是普道司機說的 不是 真的 你其實是見很多球員 在球場上都會很不其然 在他們的下面拗下 不過A 就好像小姐手伸在他們拗 B 通常都會拗在那邊拗 C 當然我 拗完是不會紋的 是嗎 拗完是紋的 拗完後才是黑人來到 是 黑了蘇文思逆家 但路維那條面還有一件事 其實後面還有一部分 就是拗屁股的 是 拗完後就拗前再紋 然後再跟蘇文思逆家慶祝 小姐手伸在自己 用了同一隻手 他不是飛吻完才去找路維嗎 好像差 找路維才是甚麼 是 拍了掌先 激了掌先 再向球迷親吻自己的手 哇 就是路維像他們 很廣泛 路維已經由鼻子老進化了 這個 甚麼 路維領隊界都算是挺帥 五十多歲就算是這樣 身材還可以 是 你看旁邊那些 那些名宿 不離敵屍那些 白白瘡瘡 快要被人炒 不是白白瘡瘡 就是肚腩大過的球 真的大過的球 他算挺帥的 不過大家都知道 他很多這些壞習慣 以前又吃鼻子 其實我有 得到吃鼻子 鼻子老知名 但某程上這些 我個人覺得問題不大 每個人都這些壞習慣 小習慣 我知道但你不要帶來觀眾組 你可以躲起來 其實是這樣 很瘋狂 那裡還有這麼多鏡頭 那就是 他肯定不知道有鏡頭 現在連Facebook都弄到360度 那些記者都玩這招 那你說哪裡拍不到你才行 或者他覺得他要搶鏡 不過路維就是 今天你知道德國對波蘭 賽前記者會就罵歉 他說自己找這麼多壞習慣 就說自己很緊張 很繃緊 其實我也壞習慣 拿手指子 不過他上次吃完鼻子都這樣說 下次大家都可以期待他有更加 出腳趾 出腳趾 鳥屎 這樣又高深了一點 那些 鑄齒齋 剪指甲 那些 非常過河 那些要譴責的人 鑄齒齒齋 那些鑄齒齋 其實一直說斯朗的波三事件 都是要花生爆 波三事件什麼事 冰島 隊長走過去說 你這麼帥 教換波三 他連跳也沒有他 跳也沒有他 什麼人家 搞錯啊 贏了冠軍了嗎 不過我想問問斯朗第一句 這個說話真的是斯朗說的 之後他說波三爛那些 全部我都是 已經是後話了 這個說話他自己說 什麼贏了冠軍了嗎 問題很簡單 阿斯朗啊 你贏了歐國杯冠軍沒有 你也沒有 贏過吧 不要說這個 你贏過吧 你連冰島是 他的足球歷史上 是第一次進入 還有一分 拿了歷史第一分 其實對他的足球歷史上 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這麼興奮是很正常 大哥 人家全國只有三到三萬人口 早十幾年都破了 有8%人口的人 去了法國去支持自己的國家 對你可想而知 又說破產這麼多錢 坐飛機過去 還有想想 你這樣的人腳 贏冰島是當然的 你都拿不到三分 你是應該反省 還有你最後射佛球 兩個都中人牆 射完再中 喂 未知足球 推薦十碼再玩過 這麼開心 喂 整隊好像只有難尼打得好一點 難尼叫做肯走動 你只是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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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因為太多花生事不說 但舒克娥波很明顯 阿比比做什麼 跟著跟著人 我站在中間 喂 不是啊 前面有個我先追上去 喂 大佬被人摺套了 便漏了被人兇 面對龍門射爆 我給你的都習慣了 你世界盃的一手插進湯馬仙 無奈 這些叫做好些 這些叫做至少有負責 這個是無謂的 都是有防守意識 是的 起碼我會投資前那個 但你跟著那個呢 拜拜 總之真的幫人思納林美那十碼推前未知足球式的打法 再射一鎖 都是中人牆 你幹什麼 三十多球沒進過 剛剛的 27球 好像只有幾球中中 只有幾球中目標 還要是很久前進 只要一個人起九腳 只有兩球中目標 那是浪射 所以你冰島 你沒得說 我總之一句說話 冰島有事在香港 你要想想 三十三萬人口 早十幾年還大破產 全國的錢都被人撞掉 我不怕的 葡萄牙你之後有匈牙利和奧地利 你不怕 在完之後怕 匈牙利真是 有牙的 這麼多組差不多最好打F組 相信 不過不是 這件事大發聲最後才說 但這是真認真的 現在的賽制令任何強隊很安全 這是真的 你才說 但是你想想 冰島的發展 他怎樣去做發展 我經常會射到一件事 我看完幾篇報道 又是台灣 很有趣 今年台灣也寫了多少東西 在足球那邊 今年有直播 而且寫得很小 跟香港寫法不同 讀者文章式寫法 他真的想一件事很簡單 他用台灣比喻 台灣那麼多人人口多過冰島 為何找不到人踢球 同樣 香港無論任何東西都多過冰島 人 錢 什麼都好 資源 為何人可以踢到這樣的球 同一道理 冰島是值得致敬的 當然 最致敬的 我們不是只會古裝神 原來是23個神 沒錯 23神都有 多過這個問題是有時間講的 又是有時間才講 這一個 但是代了什麼發生想講呢 C兩件衣服都講完了 還有什麼好會講呢 講一些都很正經 因為大家都知道 B組第一輪 英格蘭就一比一和了俄羅斯 之後開大片 之後 根據綜合報道 包括哥利摩亞 港邦 在里俄 就是哥利摩亞 在港邦相影去 很明顯是一群俄羅斯球迷 將有燒燒的東西 我不知道是不是煙花 飛去英格蘭球迷 好像是 煙花 好像說有照明彈 但我不知道怎樣運進去 明明有安檢 香港呢 我跟阿古基說 我拿一瓶這樣的瓶烏烏茶去得怎樣 瘦 瘦 為何我拿照明彈沒事的 因為不是膠瓶 那香港呢 蟹體波拿手榴彈的筆擊炮 不是的 我都說的 你拿金屬的飯盒進去 沒事的 你拿一個膠瓶 什麼膠飯盒都說 不好意思 你放出 那下次我們拿照明彈進去 為什麼你收我 都沒有寫明不行 都不是膠 他都不知道那個照明彈 我寫明照明彈 唯有 那他可能覺得沒有 你照明的 你知道那些安全的學歷程度是比較低的 那我不敢說 有高級的不來 但這件事出現了就是 這件事由場內 就打到場外 因為我一開始看 就不覺得這麼大件事 因為說真的 英格蘭球 英格蘭球 習慣的 而且賽前其實都已經在打 一直在打 一直在打 但原來後來有些報道出來 就說這些俄羅斯球迷有組織 第一 第二就是 英格蘭球總統重視 立刻叫學神和肥西隊長 立刻拍攝影片 學神我 遠離人群 你有票就去看 不要搞事 學神我就沒問題 朗尼拋好像沒有說服力 真的沒有說服力 看著他 我想打他 最慘我沒有劇情 看著他形容的樣子 肯請大家 乖乖地看播 你找純情一點來講也不行 你找他講也不行 找他講也不行 你找他講好像 我沒有說 那時候大家 我想打他 現在怎麼辦 看見之後 那他是隊長 Anyway 這個對英格蘭球迷來說 好像挺有用的 真的受規矩 那今天 他不搞大 就是搞小孩 還沒有 聚生 我們很討厭 就是他去欺負那些難民 或者拿山子擲他們 這個就是 簡直無恥 英雁球迷 你不打俄羅斯人 你就去搞難民 這個絕對不能接受 也是壞的 是很壞的 你去欺負那些弱小人 要不就勇武一點 跟俄羅斯人打過 你就不要找他 很難勇武的 你要勇武這件事 你都說了 第一 人家叫什麼 戰鬥民族 聲言 因為要重奪歐洲武林第一地位 最難仔是我們 有爭的 所以俄羅斯球迷 要爭的 不過問題是一個說 這班人不是俄羅斯的真球迷 因為原來發生了 李昂那次打鬥事件之後 法國警方馬上拘捕了六個俄羅斯人 有些人馬上被遣返回國 所以也有報道說 這些俄羅斯球迷不是純粹的 是真的有組織在背後 還有 愛港力 愛我力 普經理 愛我力 不愛我力 不愛我力 類似愛我力 對比隊長和學成勸諭之後 有進步 打第二次的時候 有些笑話 很簡單 很多鏡頭所見 BBC 甚至法國自己自然可以看 看到一個很有趣的情況 就是 他們被一班俄羅斯球迷 他們一走班門一襲擊 慣常以往 開拓 怎樣唱歌 今天我 一起舉散 舉手散 不過 他們總之唱歌 唱他們的歌 當然 他們會將酒吧的桌 我非暴力抗爭 不過不能 聽著 第一 他們沒有扔磚 沒有扔磚 沒有扔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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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很乖地 在龍和上設一個路障 即是金鐘上設一個路障 對 設了路障 當然 有邊防 厲害 李懿邊防 俄羅斯那些就不斷飛面 對 他們只是唱歌 他也想唱英格蘭王 什麼歌都唱 有沒有組成人臉 暫時尾過他的手 直到法國的特種警察 防務警察來到後 就利用他的身體延伸部分 驅散俄羅斯球迷 香港會被本土派屌 英國屌 不是 因為他找警察幫忙 加強警察的合法性 那問題是 人家是合法的 你不合法 你怎麼加強別人 你認為人家合法的話 你自己也不合法 你死吧 所以最重要 厲害 非武力抗爭 和理非非搞定了 說民主書可以拿回這個例子 跟我的人說 最重要 英格蘭都害怕 為什麼呢 俄羅斯里茲落了那個死亡 因為BBC後來也有些報道 之後那件事一兩天就說 這次是英格蘭最接近被DQ的一次 而同時在6月14日晚上 這樣也說過 因為這件事的條法烤 然後俄小粥協議員收到 勾了粥連重磅的罰單 第一 罰了15萬 來 先給錢 10萬勾完 先收錢 普京說 Changerman 什麼事 給兩桶油 賭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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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問題是 再移動 我又DQ了你 嘩 如果突然打打被DQ 不知道怎麼辦 真的沒試過 真的沒試過 從沒試過 只有賽前被DQ 其實俄羅斯的判費比較重 因為是他們 是不是叫做 要起這件事 判起上來是他們 因為有所謂 發起了這件事 甚至球場 大家也會說 每個人有手機 每個人有直播 要看到 都是在俄羅斯那邊 俄羅斯球迷 發瀉 但這幫俄羅斯球迷 為何我們稱之為愛俄力 你經常都說 因為後來越來越多的報道 或者證據 發現這些人 都不是普通球迷 但什麼事 沒有什麼球迷 非都沒有 非都沒有 第二是非都沒有 第二 通常現在的球迷 搞事球迷 例如朱sir 古基這些 所有全世界足中的名單 但這些是沒有的 是白手來的 這些就是負震中的 還去得那麼準 對 理思議會 這些就是 去得太遠 但真的 我第一件事看的是 球場的暴力 其實是無謂的 絕對不能夠容許 搞得對方的DQ 說真的俄羅斯 下一屆是誰 世界盃 像香港那時 像香港哥那樣 人家就賺錢 人家賺錢 你香港哥哥爽 香港哥哥怎樣都沒有暴力行為 很暴力 最多是罰錢 你罰不到什麼 都DQ了 你真的打人 甚至打字幕打不去 我真的覺得 是 那怎麼辦 待會再有其他粉絲繼續說 我們有講其他話題 下次再回來 好 好